然后这是亚洲最大的人工淡水湖 哈喽朋友大家好 我是二冬老了 我们不是在五刀山搞湖的吗 然后离这个淡尼口也特别的近 过来开车的话走高速大概五十多分钟 所以我们赶紧过来来这边看一下 因为这个淡尼口是一个南水北调的一个源头 所以呢也是非常的著名的 其他这个淡水北调淡尼口水湖 没有人不知道的 然后我们今天就来到这个淡尼口的这个大坝这里 看着这个坝呢也是挺高的啊 然后这是亚洲最大的人工淡水湖 这里面的水呀都送到了河南河北北京和天津 其中呢河南每年大概出送37个亿的地方 然后说河北的话大概34亿地方 北京市的话大概12亿地方 然后天津大概是10亿地方 所以说这个南水北调口水很大程度上 解决了北方这个几个省市的用水的困难的问题 然后我们今天准备从这个地方出发 然后再往那个丹江画廊那个地方啊 其实那边的风景非常的漂亮 准备从这个沿线过去溜达一趟 然后今天在这个现在大坝那边看一下 但是大坝看下面我看一下一个东西 这个有点像一个轨道一样的东西 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这是干什么的 我们在这跑了半天和蒋乡长一起 然后有那个董神啊我们的这个老张 他说是把船拉上去的 我感觉应该也是的 他们两个都觉得是拉船的 但是我觉得不太像 南水北调中向源头丹江口 我们沿着这个枯须走的话 有一条环库公路 这边有一个千代画廊 上面有个灌机台 应该是很好可以观看到这个枯须的风光的 我们上去看一下 这条风就不错了 太漂亮了 过瘾了 我们在这个千代画廊这个灌机台 但是我们往那边看 居然能看到五座山的金顶 看到没有 那几个很高的山 中间那个尖尖上面 那地方就是五座山的那个金顶 这里可以眺望的到 很有意思 明天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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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